突然1.1的Dala近期从事本业推出solo专辑 而她近日登上网络节目时也提到了当年 突然1.1最后活动时的幕后故事 其间她表示突然1.1过去每每推出的歌曲都能获得亮眼成绩 不过到了Falling in Love Do You Love Me时期大众反应却不如预期 原本能获得第一名的团体突然调到第十名 让经纪公司YG乐直言 突然1.1已经完蛋了 这次如果也搞砸就结束吧 回想起这段往事 Dala表示当时成员听了真的都很难过 之后突然1.1便去录制了Missing You 由于歌词的内容刚好是在讲述离别 因此录音结束后 Dala和普春也在录音室大哭一场 没想到Missing You又让突然1.1 重新拿到音乐节目一位 当时成员们还开心表示这还不是最后 然后续推出的专辑 Crush 还是成了突然1.1最后一张专辑 最后Dala也谈言 解散那几年我经常哭 没想到现在我竟然能笑着说解散这件事 让不少粉丝听了超级心疼